由主播女王美玉的美国电视晚间新闻首位女性主播巴巴拉·沃尔特斯 5月13号正式宣布将在明年夏天退休 这位美女主播1990年曾经拿着王维玲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挡住坦克车的照片 质问江泽民赢得了广大华人的认可 1961年出道的巴巴拉是美国第一位女性晚间新闻主播 过去的52年来采访过无数政商名流 1990年巴巴拉对江泽民的采访 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89年的六四事件 王维玲用身体抵挡中共坦克 试图拦下那些摄像学生的炮口 1990年凭借六四镇压而上台的江泽民出访美国 美国电视新闻女主播巴巴拉看到了机会 在这个ABC的招牌节目2020录制的采访中 巴巴拉直接了当地询问王维玲的去向 不过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位人类学教授 研究认为王维玲当场被捕 并且凶多吉少 面对闪烁其词的江泽民 巴巴拉勇于追问的质问式采访 至今被电视同行赞赏 从业电视节目主持半个多世纪 巴巴拉说退休不是因为健康 而是她长期考虑后的慎重决定 新台人记者人号综合报道 两次到与st月的网站 新台人动民共同自在